在協會講 當然我們是配合政府政策 我只是覺得政府你該硬起來了吧 籌組最強的中華棒球代表隊 前進人傳亞運確定美夢落空之後 中華棒協秘書長林宗成 罕見的說出重話 不是怪政府 而是希望透過這次人傳亞運的 徵召風波之後 能夠為未來的國家隊組訓 建立明確的規範 中華職棒所謂的二級賽事認定 跟政府一再認定有很大的差別 那到底聽誰的 在中華職棒聯盟認定 亞運不屬於法定一級賽事 確定不接受徵召打仁川亞運之後 中華隊的選訓小組 今天召開了選訓會議 針對後續組訓方式討論出 以旅外和業餘選手為主的組隊方向 我們中華職棒的這些選手 確實都是國家隊的主要的人才 當然他們把它當作是二級賽事 不願意參與 對於中華隊來講 是會有一點 實力會有影響 以以尊重 那最終我們還是要組一個 最好的一個球隊出來 所以在我們的業餘的選手方面 還有在旅外的選手方面 然後來組合最大的 最好的一個實力的球隊出現 以旅外加上業餘為主體 是仁川亞運中華隊 接下來的組隊方式 但其實中華隊依法還可以 徵召九名列館中的中華職棒 補充兵球員 有九位列館的選手 可以讓中華隊來徵召的話 其實對中華隊來講 也是一個有很大的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很細心的去評估 他們的狀況 依法能夠徵召 只要是教練戰力需要 不徵召就可惜 所以需要一定就徵召 在現有的資源下 中華棒協將從三月份的 業餘甲組春季聯賽開始選財 同時在六月份 派出32位培訓國手 出國比賽累積經驗 希望能為沒有職棒球員 助陣的人川亞運 做好基礎的戰力儲備